回到映画春秋,既然金像奖讲完,当然要讲一下金像奖的得奖电影 我们刚才也讲过,近年有些香港人很喜欢什么呢? 很喜欢就是之前Tubo上几场 不要说Tubo,它真的买到票,我也愿意去接受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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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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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以商業角度來說是一套完全不吸引的電影 講一個媽媽如何照顧一個二十歲患有自閉症的兒子 這類題材是一套一念無名的 這套黃金花圖不是一念無名都是拿了政府的錢來拍的 這套是首部劇情片 這套是電影發展基金 其實不同的一念無名是一念無名你先看個class 余文樂加曾志偉已經是可以說吸引力都算是多一點 沒什麼收片酬 當然他背後怎樣突人心口就令計 那你去到黃金花女主角是武信君 男主角是一個新人叫做凌文龍 其實凌文龍算不算是一個很新的演員呢 我看他就知道其實不算 因為凌文龍雖然有看他的Trader 其實他覺得很年輕 擺了一個二十歲的自閉症的兒子 但其實他年齡是三十一歲的 是否之前做一些舞台劇呢 以前他演藝畢業 他一直都是香港話劇團的駐團團員來的 即是他本身是已經有很豐富的舞台演出經驗的 那這一套他拋黃金花 其實是黃水溫推薦他去拍的 可以問畫劇團借人來拍的 老實說如果他不是獲獎的 你覺得會有多少人有興趣看這套戲呢 我覺得未必有很多人有興趣看的 甚至獲獎後可能沒什麼人有興趣 所以他就要拼搏 他就要拼在金像獎前後的時間上畫 現在被他拼搏了 就拿到影侯 拿到影侯 拿到最佳新演員 證明他拼搏一波的策略是相當成功 那你拼得到的 或者不是阿夏都拼得到的 而且反過來看 以往我們會對這類型的戲有興趣的 可能你要看導演是誰 許安華 許安華 天水圍的日與夜 我們就會想看的 甚至乎你說《無純君》的角色 其實他有點像《女人四獸》裡面的蕭芳芳 就是《女人四十亂蕭芳芳芳》 照顧有《女人痴癌症》的喬弘 其實做的事情是相近的 如果跟葉德恒那套《笨小孩》給你呢? 《笨小孩》是王晶導演的 題材有點像 但當然有技巧就差一點 《笨小孩》是一套 《笨小孩》當初都是他的宣傳 以及以演員角度來看 葉德恒加當時的譚耀文 《笨小孩》是一個名氣 也有點吸引力 但你真是反過來 《今時今日》去看《黃金花》 導演叫做陳大利 陳大利是一個編劇 看他的資料 是一些資歷比較新的幕後工作人員 寧文龍也是比較新的 其餘的演員是《無純君》 《雷良緯》 《時適例》 是不是真的吸引到這麼多人去看呢?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電影製作方面的問題 反而是香港觀眾 眼光是否應該要確闊一些呢? 是否應該要看多些不同類型的電影呢? 你覺得這個沒得好說呢? 你說你看《荷里活》 你可以不停地看《Superheroes》 但也有很多獨立影片 也不可以這麼說 純粹以觀眾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類型電影的生存空間 好像越來越小 所以我也是要多些支持 因為差遠一點說 你看回今年所上的香港電影 我們不管是否合拍 除了賀歲片之外 有哪一套票房是真的可以看到人呢? 或者你那一套賀歲片之後 有多少港產片有照片呢? 你看回前面 可能以至青春的名義 都票房不是很理想的 幾套都扑的 幾套都真的不理想的 但是他就苦苦支持 支持到現在都好像還有一兩場賞 對 變成是真的一來遠相又不支持 二來觀眾又好像不多購買 有點難搞 這套黃金花其實有幾間電影公司投資 你看他的名單 其實有些我都覺得挺驚訝的 例如? 高登仙我覺得很正常 高登仙其實都拍了很多 這些比較獨立的電影 跟著另一套就是天馬電影 黃伯明的電影公司 拍到很不黃伯明的電影 另外還有一間電影公司 就是一個本地製作 本地製作就是五件紅 炸飾的 之前喜歡拍的喜愛和蒲衛烈的 看到這兩間電影公司 我覺得挺有趣 竟然會拿這些題材來投資 我覺得值得加場的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是時候要有些不同類型的電影去推廣 還有天馬電影 你自己保持這條遠線 其實他們都在想 究竟是否應該播放不同類型的電影 現在叫做天馬遠線 又在 希望黃伯明可以幫忙推廣一下 但好像天馬電影好像埋了盤 好像天馬電影 所以現在一間公司 誰做的版本都不是搞得很清楚 都不要緊 我希望接下來會有多些質素好些的香港電影 或者多些觀眾看多些香港電影 說到黃金花 故事很簡單 說到無所謂的媽媽 就說要黃金花 其實黃那個應該是枯成 證明應該要金花 看回那個片 其實黃和金志忠都隔了一格 就要照顧那個有自閉症的兒子 二十歲 我老公就是阿呂梁偉飾演 老公就是鮑兒 金屋床 藏了一個小三 小三又有這個線式來飾演 接著 在無信軍的腦裡 開始有些陰暗變走出來 其實故事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其實我還沒看這部電影 老實對我來說 這部電影很一般 先撇除拿獎的因素 不管他拿不拿獎 是不是都有他可趣的地方 這部電影最可趣的地方 主要是演技方面 無論是無信軍飾演一個 本身很樂觀的媽媽 照顧兒子很堅持 堅持了二十年 但是突然間一言其來 遇見一件事 令到他心靈的陰暗變走出來 其實他做那個陰暗變 我覺得是交了課的 飾演那個又自障又自閉症 兒子的靈魂龍 我覺得他的肢體動作 其實是跟你在街上看一個 那些智障的小朋友 真的相似到十足十的 即是他相似到 即是你平時在街上看到那些 即是跟你平時看開你不同的小朋友 可能你心裏面其實都有意無意 都有一種不太安全的感覺 等於其實我自己看過幾套 是講一些可能智力有問題 即是有些自閉症的角色 其實這些看起來是很多空間 讓演員發揮的 但是很多時候有些演員 就會說演得不太安全 好像用力 用力 反而只是展示了一個很 我是不是應該說是 一些有色眼光 我們覺得看這些人 有些有色眼光 就變了 反而觀感是不好的 那時候胡幸宜在TVB 那電視機 不是做過那些 黃金時代 不是做過那些 也是一些智障的角色 你看電視機 可能他比較誇張些 可能你會覺得誇張些 不是 其實我講張作企的電視 當外來的時候 都有個角色 是做一些智力有問題的幾個人 因為他 我經常都很不明白 為什麼他是智力有 可能不正常的 但是你要長期去做一個 即是可能講對白要特別 或者要做到特別 你一看就 看一場戲 你也知道他是 智力有問題 那些套戲 有樣子挺聰明的 其實這套戲的對白不多 因為是自閉 有機會說話 而且他講的對白 通常都是單字 通常都是用詞語說 兩隻字 兩隻字 這樣移動出來 但會不會 就像我剛才所說 方死你不知道那個人 智力有問題 就做到 下下都一看 就智力有問題 那你的智力有問題 他有這些動作大 我覺得他不會太誇張 如果你看 阿鄭真士做的那些肥貓 我覺得那些就太過誇張 因為我的角度 你一套長片 即是你看一套短片 可能十幾分鐘 那他當然是出盡力 給你看 這個角色真是智力的問題 還有還有一樣東西 挺有趣的就是 你看整套戲 看靈魂龍的演出 其實觀眾真的不太知道 他究竟 寧魂飾演的黃曉光 阿江在想什麼 但後來我想回 其實 其實正常的 你遇見一個 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即是你一個旁觀的角度去看 其實你都不知道 他在想什麼 但會不會可能 整套戲都覺得 他就是做一個 智力有問題的人 自閉症的人 我剛剛是覺得 我們看的這些人 可能他都會有一些 可能平靜的時候 即是可能他 有有有 即是很多電影 是不拍這一方面出來的 有有有 即是平時你看 《無瑞君》 帶著《江仔》 去街市買菜 有時可能找一些 師奶聊聊天 其實我挺喜歡 這些劇情的鋪排 你是真的看他怎樣生活 我經常很不喜歡 為什麼你要拍這些角色 好像要標籤了 他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可能他都可以 很正常的生活 那為什麼你們 要拍戲 要拍到這些人這樣 我經常都很不明白這一點 但這套戲 我講到這套戲的 很糟糕 其實這套戲 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 一般 為什麼 主要就是一個 劇情的方面 這套戲 我有兩樣東西 我不太喜歡 第一 就是那個 小三的角色 《閃思維》 飾演一個 一個角色 要單逢眼 她的角色 是個名字 叫單逢眼 是的 是 花名 她的角色 是相當進取的 為了追求這個 女良偉 可以進取到直接 迫上老人 在家裡 然後 歐三 踏四 我覺得 又似乎 會不會 有一點 還有 她說到這個角色 是住在 同 無信家 其實是同一個 屋 只不過是不同屋 而已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就 若然有點誇張 我覺得 這裏 這裏 泰國肥奏劇 這裏 其中一件事 跟著說到 就是 無信君 發現了 老公 包爾拉 跟著走路 跟著 她開始 音樂面 可以浮出來了 她用一種近乎 恐怖片的手法 來表達她的音樂面 這件事 我自己是不喜歡的 她說到 用喇叭刀去 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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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拍著鏡頭 把喇叭刀插下去 插到 把刀見血 即是真的拍出來 拍出來 如果 我自己覺得 是太白的 是太白了 因為 始終 可能 我這樣看 因為一個新導演 自編自盜 有些少少 霞纖 都尚算正常 這件事 我看過觀眾 究竟你不認識得到 其實她的拍攝方向 取向是一套 編寫實類型 類似 有點像天所為的日與夜那一種 都平平淡淡寫實一點 還是可能真的笨小孩 那種有很戲劇性 很肥造劇那些 其實我覺得這套戲的風格 有個問題 不太統一 她寫實那方面我覺得好看 例如跟劉美君那些夫妻 怎樣去相傳 我覺得拍得舒服的 寫實那一刻就很寫實 但你拍小三那段 我就真的不太頂得住 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歡 我自己是 其實可能直接不要小三 說老公走老 那會不會好看 你直接說 你不要拍那麼多小三 或者把阿賢悉的角色 弄到弄小一點 然後把多一點的劇情 放在他們怎樣生活 其實更老一些 因為一套戲說到最後 老公走老 其實有些 那個位置有些 有些 比較 肥造劇的 矯正 其實是 還有跟著 就說到最後 一百萬的結局 就是說到 兩位回來了 其實 為什麼最後 為什麼最後 為什麼最後回來 我覺得這說服力 又不是真的那麼強 其實 這套戲我看 就應該九十分鐘 就是會不會可能 可能純粹拍攝了些寫實的東西 那又好像不太商業 加上一點 比較戲劇性的東西 加上一點 比較戲劇性的東西 加上陰暗的東西 加上陰暗的東西 其實阿蒙頌 他做了一些 比較陰暗的表情 我覺得 交足課 演員交足課 但是 我覺得 真的 略演的風格 是可以調整得再好一點 我覺得 始終 是他 就是他打一部電影 那我覺得 希望他第二第三部電影 可以再改善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因為我看的場 不是導演場 所以沒有機會 問過導演 因為整部電影 他說到他跟兒子 其實一直是沒有 整部電影都沒有任何社工 或者是一些 類似社福機構的幫忙 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 一個自慰症 又自障的小朋友 過了十八歲 又可以自生自滅 如果是的話 就在香港政府 混蛋了 其實會不會 反過來看 就是 黃金花 不想 人幫他 這部電影也有關係 但這部電影也沒有說 這部電影也沒有說 原因是 我解釋不到 有機會是問一下導演 真的 問一下導演 就好一點 這部電影也差不多 有個夢幻樂園 跟這些戲劇 比較 其實編劇的技巧 是會有段距離的 反過來 一個是拍到第三部 他也是拍到第一部 那他也是拍到第一部 始終 反過來 新導演來說 你收不收貨 我收貨 新導演是收貨 這個可能也是同樣 觀眾 都是習慣了看一些肥皂劇 劇 比較多轉折的劇情 看一些未精的東西 看多一些未精的東西 他才能接受到 如果你拍到天壞日月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到 因為我認識到 有些人看天壞日月的東西 看完之後不知道做什麼 整部電影 說到兩個外婆買菜 我覺得其實這個可能 關乎看電影 或者一些經歷 慢慢學習去看 因為老實說 我以前都不懂得欣賞 可能這些偏淡口寫實類型的戲 可能近幾年 其實這些戲都有好看的地方 所以其實 反而大家不如 嘗試看多些戲 可能像我這樣 不太討厭香港電影 也好 那你就看看其他國家也好 慢慢慢慢看多些 其實會在電影裏面 有多些樂趣可以 我覺得可以 至少看一下 《一連無平》 比較新導演的作品 首先第一件事 你拯救香港電影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怎樣 能夠令到新導演的作品 能夠多些人欣賞 除了拍多些香港電影 都要有人賣票入場看的 所以大家盡可能 試一下 我不是說很黑色的 但是 有些可能你不說 好不好看 你就看看評價 口碑 覺得都OK 那就試一試 黃金花講到這裡差不多 那 休息一休息回來再說其他戲